过节了过节了 这又是茶具又是白茶的 我这都成了小商品市场了 这个花瓶硬个井啊 放这儿 可以 好地方 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23号 先祝朋友们元宵节快乐 我也不知道这个节怎么就发展成了中国情人节的 众里悬塌千百度 漠然挥手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从星期级写下的这首诗的遭遇来看 元宵节赏灯猜谜社交活动 的确让平时受受不亲的男女之间的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 猜得出来吗 我告诉你这个灯迷的答案 是不是 有机会撩人家 现在网络用词叫什么 叫做PUA 是吧 星期级的场景相当于南宋的一场大型相亲现场会 是吧 那我这刚才拿过去那瓶子 后面的背景也应个井 换个花瓶 花瓶上的是这个牧童与老牛 象征着勤勤恳恳 这个黄的是迎春花 红色的是苹果 为什么放苹果呢 这几天呢 贵州广西山火 据说是一过年就烧饶了 烧到今天已经烧了13天了 中共官媒现在才报道出来 上来第一句就是已经全部扑灭 看来又是领导有方 传承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优良传统 自家的火烧了十多天 一篇报道都没有 遥远的美国夏威夷山火就拿环球时报来说吧 连发26篇通稿 国内的亲摸后也当时打电话跟我说呀 是吧 哎呦 洛杉矶没烧着吧 我说远着呢 中间隔着太平洋呢 结果你知道什么 那朋友说 哎呀 可别大意了 我看了央视新闻报道了 火烧的可大了 你隔着太平洋也得小心啊 哎 你说这美国政府怎么这么差劲 夏威夷不就在海里吗 守着这么多海水都灭不了火 你看到没有 这被共产党忽悠成啥样呢 可是不管媒体如何欺骗吧 咱们说 就算动物它也有本能啊 那活不下去了还不得逃荒吗 60年大饥荒 粮食大河南省闹饥荒往外跑 跑到隔壁省 甚至跑到隔壁县 吃饭你是指望不了了 是吧 大家都那么苦 也许能挖到野菜就能活下来 你们看现在 全国都不行了 所以不是跑隔壁县隔壁省的问题 跑线直接跑到南美洲 穿过遍地毒虫毒贩的原始丛林 越过边境进入美国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这是在跑线的路上 既然在那些原始森林里 都有了一个写着中文的小杂货店 还提供泡好的康师傅方便面呢 你说这一天要跑过去多少中国人 才能让人觉得在这种没有人烟的危险之地 开一个卖康师傅方便面的店的划算能挣钱 2023年偷越边境进入美国的中国人多达37000人 咱们说一个历史上的事 1840年开始的淘金热的时候 全美国只有50个中国人 一直到1910年 旧金山天使岛开设了一个移民检查站 阻止了华人继续涌入 那差不多过去了70年的光阴 才有近10万华人移民美国 你看看现在一年就3.7万人了 中国共产党正在制造一个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巨大的难民潮 就这个天天学习习思想 是吧 越学灾难越多 多灾多难 所以我点缀几个苹果在后面 红色的 是吧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住院逃难的朋友们落地为安 也住更多的朋友们吧 平平安安 有个平安的结果 说到元宵节呢 除了赏灯吃汤圆之外 您知道吗 茶叙也是非常传统的一个环节了 这个苏氏有句诗很叫做 叫做诗酒趁年华 好多人上口就来这一句 对吧 很有青春自艺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一句前面才有岁月沉淀的精华呢 那句是什么 叫做修对故人私故国 且将心火示心茶 然后才这个诗酒趁年华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诗送给跑线 或者是不管什么缘由来到海外的朋友都很应景 我一个月前呢 接触到了台湾这个极品白茶 就是拿来自己品酌之后 觉得是非常值得跟大家推荐 所以说这个白茶 一年茶三年要七年饱的说法 它得有一个基础 那是什么 你得真正的好品种 好的发酵基础的白茶 你才能具备这样的酒醇投资功能 这台湾极品白茶的源头在哪 其实在福建 可惜的是什么 就现在这个大陆 沉下心来做茶的人是寥寥无几了 再说了 整个环境 土壤 人心都污染的厉害 对吧 所以台湾这一支反而显得独树一帜 玉树临风 你想 他这个拿下了这个叫巴黎金奖 你谁当裁判呢 法国人呢 那能过得了对奶酪 对美酒 对鱼子酱 格外挑剔的法国美食裁判的舌尖观 你不是极品 你过得去吗 绝不可能 是不是 这是我跟您说的吧 叫什么 叫做 能成为三年要七年饱的白茶的茶品得好 咱们怎么说呢 过元宵节 是吧 无有吃一碗 寄予爱茶人 所以这个时逢元宵佳节 我把这份好茶连同我的祝福 一起送给您和家人 台湾极品白茶的商品期 我就放在节目下面的描述和留言置顶当中 谢谢您的时间 也谢谢您的支持 好 一番这个节日感言祝福之后呢 咱们书归正传 2月23号 习近平和李强是各自主持了两个不同的会议 上午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产物会议 研究怎么样把外资再忽悠进来 还解决老年人和外国人在中国遇到的支付不方便的问题 下午呢 习近平戴着一顶新帽子 新帽子就是自封的 自封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头衔 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 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已旧换新问题 以及什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问题 看出来了吧 一个是想引进外资 一个是搞内循环 其实分开来开会干啥呢 这是解决中国经济困境的 咱们说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一个字一个头嘛 你缺了哪一面都是违币 缺了哪一面就不能流通 内循环必须要有外来活水拉动 而外资进入就必须要看你有没有良好的国内市场环境 缺一不可 这习近平非要把密不可分的完整问题 分成两个独立的会议环节 其结果如何 习里二人的美梦能不能成真呢 咱们下面就具体来聊一聊 先说这个习近平的内循环 习近平说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旧换新 说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 连接的生产和消费内贸外贸 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咱们之前讲过 中共统计局的数据虽然是已经美化过的 但仍然显示 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PMI 在过去的10个月当中 除了去年9月高于50 其余都在这个熔枯限50%以下 再加上今年9月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0.8% 等于是意味着中国已经陷入了通货紧缩 也就是什么 就是内需不足 生产不景气 产量过剩 那么如何消化这些过剩的产能呢 一个 扩大内需 这是中共一直挂在嘴边的 第二 出口 先看这出口 2023年出口额总体下滑 对美出口减掉了20% 对欧博的出口下降13.1% 本月7号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但是我看很少人可能就提了一下 这是非常重要 大家看 这个是个新数据 墨西哥已经在20年来首次超过了中国 在官方统计中成为了美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国 这个重大转变已经暴露出中共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发生了逆转 这将带来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迅速下降 在国内的经济更加是死水一滩 更糟糕的是什么 英国的金融时报最近报道 美国代表团最近对中国的访问当中 与负责经济的这个副总理何立峰谈话说明确警告 警告 不光是警告何立峰了 警告何立峰后面的那个中共吧 如果说中共试图通过向国际市场倾销商品 来缓解工业产能过剩问题 美国进行盟国将采取行动 这等于是对今天早些时候习近平开会的 说解决产业过剩问题是直接的就是打脸了 美国最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中共的清洁能源行业 恰好就是习近平给中共产业定位的战略新三样 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 也就是说习近平手里的王牌被人家看住了 也即将拿不出手了 中国光复行业产能过剩内卷很严重 这多年的问题了 目前这个产能增速甚至超过了需求增速 全球光复市场功过欲求 现象严重 结果是什么 你必然倒的就是激烈的价格债 2023年前十一个月 中国出口太阳能电池数量同比增加42.4% 但是金额仅增加了1% 为什么 就包括中国的光复技术设备大幅降价 是不是 你想 这多糟糕的事情 付出更多的劳动力 是不是 付出更多的原材料的损耗 付出更多的环境的牺牲 却拿回来更少的利润 中国的电动车产量也是严重过剩 国内已经开始了残酷的价格战 去年倾销欧盟逼得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开启了反补贴调查 所以习近平这个内循环的大张旗鼓本质上是什么 是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 只好回头打韭菜们的生意 他想的挺好 以旧换新 那这个你不能说白给换吧 是不是得花钱呢 是不是需要韭菜们拿出真金白银来换呢 在这个思考的维度上 习近平跟那位白言松央视的主持人的想法是一个水平 是不是 怎么现在的人不愿意花钱了 不愿意花钱 有钱花嘛 现在许多人都在自己降薪了 被裁了 被欠薪了 最近的报道说过年期间 红烧肉什么酱肘子烤乳猪 这些每年过年都是不可或缺的 是过年九席嘛 就这些菜都少了 为啥 中国人连猪肉都买的少了呀 何况这些大中产品那就更加无人问津了 再说了 习近平说物流是实体经济的惊动 强调要降低成分 你睁眼瞎嘛 您瞅瞅现在中国网上购物一块钱 一块钱的产品都是包油 你还要降低什么成本 对不对 物流跟光伏业制造商的吐槽是一样的 如果产业链一直不赚钱 不可能持续发展 我原先比较同意有一种说法 就是美国在环保产业方面跟中共搞勾兑 给了中共一线升级 还有给了中共在国际裁判中一个有利的地位 这段时间呢 仔细看了看数据 也观察了中美两国的情况之后 我就发现 美国政府玩的高招 实际上是在往死里干中 为啥那么说呢 因为不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 中国出口根本没有什么生意做 但是美国开的是唯一的门 它不是升门呢 是让你往里钻 往陷阱里掉 中国厂家每赚一块钱 却要付出远远超过一块钱的资源能源的消耗 这是什么 这叫饮阵止渴 这是不断失血的错误的国家战略方向 中共一直脱不了大跃进那种基因 扶持什么行业 大手笔 全国机制 所以良有不齐的制造商跟官家有点关系的 就弄国家补贴 上生产线 是不是 拿国家补贴 而中共的监管环节的腐败 只要有人贿赂就给批文 最后就变成什么 毫无劫持的产能过剩 所以习近平的内循环走的实际上是要内卷环 越循环越卷 越卷就越窒息 那么李强他也开会 他重点是吸引外资的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 那他又面临了怎样一个环境呢 那咱们就先看个股市吧 这几天A股指数虽然在往上涨 实际上却反而更加致命 为什么江峰你这么说呢 明明上升你还说致命 你看20号沪深交易所分别发表声明说什么 包括本项投资者在内的所有人 量化交易必须先报告后交易 就是不让你买 不让你卖嘛 对不对 以前咱们讲过 北项资金是外资进入中共A股资金的一种方法 简单的说就是从香港往北 买入绅士跟互士的股票交易资金 也被称作互深股通 先报告后交易也就意味着什么 外资逃离更加困难了 不给卖出变现的股票 那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国家民抢嘛 本来就是什么是股市 对不对 股票上是玩经济展望 对吧 玩对经济前途信心 看你这个公司以后五年能赚钱 所以我买一些股票 就这个意思 现在变的什么呢 变的对你这个市场彻底绝望了 我挣钱都不让我拿 你这市场还有什么希望 所以一旦有机会 那就是灾难性出逃 所以我说 你这么干了 更加致命 李强主要是开会聚焦了三个方面 一个是聚焦老年人 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 支付不变问题 现在国内都用支付宝 微信钱包 代替现金支付 农贸市场上农民都在摊位上挂个什么收款的二维码 买根葱刷手机 买根葱刷手机 都这个动作 很多老年人不会用支付宝或微信付款的 外国游客更无法使用了 那在这样下 以后游客都不来了 所以就要求商家呢 回归一些传统一些的移动支付、移行行卡 甚至现金这些方式 这是一方面 第二呢 李强谈到了地方债 但他说的就很含糊矛盾 前面一节说 地方债务风险得到整体缓减 好消息 是不是 然后后面又说了 强化源头治理 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你看 又没解决问题 是不是 你高达94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问题的解决 你到底是完成式还是进行式还是无从下手式吗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李强提到要吸引和利用外资 然而就在同一天 彭博社报道个消息 那肯定让李强难堪呢 彭博社说全球资本市场平均公司穆迪 连续撤销了对11家中国公司的信用评级 那么这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代表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目的是从这个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拉开序幕的 取消了对长城的BA3的这个评级 这个BA3这个评级距离垃圾就紧一步之遥 这11家开发商实际上已经被国际债券市场拒之门外了 所以呢 作为资本市场的评级公司 再给这些已经在国际上借不到钱的公司做信用评级 就毫无意义了嘛 因此咱们说 目的撤销评级的这种专业做法 意味着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大门已经缓缓落下 相信这个开会的人都有一份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 那么这管理局2月18号的数据显示 去年外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负债为330亿美元 与前一年也就是2022年相比的 下降了82% 是30年以来最低水平 然而继续深究的话呢 国际资本市场大门为什么要落下 是不是 咱们说这个跟人借钱 你跟人借钱除了有利息的吸引 是不是 你借我10块钱 我还你2块钱 是不是 利息不错 我借钱给你 你除此之外 你怎么都得干嘛 你得梳妆打扮一下 你让人觉得你是正人君子 诚信可靠 厂着怀露出一扎护心毛来 一副豪横的模样 你往那一站 你是来借钱的 你是来抢钱的呢 你强盗嘛 谁还会借钱给你嘛 李强需要拿到的 说到外资 还现在不光说是芯片被卡脖子 就连中国占全球70%市场份额的起重机 和95%市场的集装箱都要被迫在中国以外生产了 把你这个整个的生产量砍掉了 为什么呢 美国港口使用有近80%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都是中国的叫振华重工制造生产 现在是被美国高级反系列官员称之为起重机械的华为 你说这个笨头笨脑的大铁嘎的往那一站 怎么能跟华为一样呢 一些国家安全部门和五角大楼官员呢 将振华重工生产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比作特罗伊木马 这些巨大的起重机通常是在完全组装后 通过船只运往美国港口放上码头直接使用的 它是通过中共开发的软体进行作业的 它们带有复杂的感测器 可以登记和跟踪集装箱的来源和目的地 这大数据时代 朋友们 这样中共可以轻易的收集到美方的经济活动 甚至就可以定向追踪美军集装箱装运物资的原产地 目的地和其他的数据 来确定美军将物资运往何处 熟悉战争史的朋友一定知道 在当年二战的时候 太平洋战争有一场扭转太平洋战争局面的关键战役 中途岛海战 美军就是什么 就是通过发出诱饵指令 更换中途岛的供水系统 来试探日军的反应 从而确定了日本的主攻方向 同样的道理 美国本土的物资运输方向和数量 都可以精确推算出美军的军事部署 乃至进攻的方向 货往哪运 运多少 就决定了 可以分析出来 甚至根据户部的这个存储使用期限 军火的基本单位 比如说这一排火炮 这榴弹炮打掉一个基数 需要多少箱这个炮弹 它运了多少箱过去 运了两次两个批量 说明什么 说不这就是主攻方向吗 是吧 什么时候运 甚至可以推算出发动战争的准确日期 美军运输部司令说呢 一旦冲突爆发 中共甚至可以让黑客入侵并操控这些集中机 让他们停止作业 瘫痪美军运送军需品的行动 这将极大的破坏美军的军事行动速度 胡锡进呢 在原来这个叫推特线上 发表系列图片挖掘说美国是神经过敏 但是2021年FBI特工的确是搜查了一艘 向巴尔蒂摩港运送震华重工起重机的货船 并在船上发现了情报收集设备 实际上是什么 证据确凿的 美国海岸警卫队网络司令部负责人范恩 在媒体吹风会上说 说这些起重机可能被有意设计成 能够进行远程控制、维修和编程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下定决心 未来五年内将投资200多亿美元用于港口安全 支持日本三井和一家美国子公司生产起重机 更换港口上面的这些中国制造的起重机 这将是30年来首次在美国国内生产起重机 这还是第一步 就像禁止华为一样 美国还会督促盟友跟进来 美国基地遍及世界 是吧 北约的盟国下一步是不是也得考虑自己的港口的安全问题 此外呢 中国深度涉入的航运领域现在也遭到麻烦了 美国的航运业独立监管机构 联邦海事委员会的五位负责人之一叫做本浙尔 他说呢 大多数情况下看不见摸不着的航运 中共也在关注这个市场 它提到了总部位于缅因州的企业 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资助下 去年九月份破土动工 建立一个占地15000平方英尺的工厂 自己生产可追踪集装箱 所以你看这大门呢 你说人家给你关上 但这大门是干啥的呢 就是这大门的用处一个是方便出入来往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防贼啊 习近平多年叫嚣说东升西降 战狼外交 再加上公开建立所谓命运共同体的中共新国际秩序 那促使美国也必须把中共视为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威胁 西方努力的转移供应链了 不再给中共投资了 这中共总觉得这邻居怎么对自己不礼貌呢 这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却从不想自己当贼的初心改了吗 好 今天节目咱们就做到这 最后再提醒朋友们呢 这极品白茶的商业信息我是放在节目下方了 欢迎朋友们查询详情 并感谢您的支持 最后再次祝大家2024平平安安